就是這889案 跟這個908 那帶他的親人在看診 那兩個是做得比較近 兩個是做比較近 不想你問這問題是大家的 一個問題 那但是這個感染源是很清楚 就是這個889在那個區域裡面 那當然整體的一個大的環境 事實上我們也 框得非常的寬 那我們也看過相關錄影帶 事實上 在裡面 事實上在同一個時間 其實人都不多 因為我想看 可能是因為禮拜六上午的關係 那確實他們 跟他的後診的 就是這889案 跟這個908 那帶他的親人在看診 那兩個是做得比較近 兩個是做比較近 那不過也 沒有辦法完全就單憑這一點 就解釋 那看起來他們接觸的時間 絕對不會有超過15分鐘 大概只能這樣說 那不過我們還是為了 更安心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不管也沒有同時間在的 或可能同時間在的 我們都沒有 都把它完全 更匡列 整個診都把它匡列起來 那這樣可能是對於 可能在那個地方的人也會比較安心 那對社區來講也會比較安心 其實908他匡列人不多 因為他主要居家隔離 所以他是一個 一個朋友 那還有一個同住的 家人 那總共是3加1 同住家有3人 加一個朋友 那這個 我們有匡列是這個 那這個都是陰性 現在今天結果是都陰性 那他對於社區的影響 其實相對的是越來 可能性是越來越低了 好 今年將會的